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下午2点之后 三大股指是全线告急 道指是下探了100点 来自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温尔王先生表示 今天道指出现接近250点的高开低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因为市场是自从8月份以来就呈现出下跌的局势 纳斯达克总统指数今天是一度触及了200天的均线 这是一个基金非常看重的技术指标 无疑是显示出市场的压力 那么苹果公司今天是备受瞩目 举行了新品发布会 苹果此次是推出了新的苹果电视 Apple TV 那么新的苹果电视将会配有触摸板遥控器 并且是能够通过Siri控制 同时苹果还推出了超大版的iPad 而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新款的iPhone了 和以往一样苹果是推出了iPhone 6s和6s Plus 那么在外观上是同iPhone 6和6 Plus是一样的 但是推出了新的颜色玫瑰金以及女性用户 那么发布会之前的苹果股价是出现了微幅的上涨 在发布会开始之后股价先是高走 而后是迅速的转跌 但是根据调查统计显示 在过去的8年之内 苹果公司的股价是每每在iPhone新品发布会之后 都会逐渐的走低 这个平均跌幅是达到了1.6% 但是从长期来看 6个月到12个月之后 苹果75%的概率都是上涨的 截至收盘 道琼斯国务平均指数下跌239.11点 报16253.57点 跌幅是1.45% 标准补白指数下跌27.37点 报1942.04点 跌幅是1.39% 纳萨克综合指数下跌55.40点 报4756.53点 跌幅是1.15% 今天纽交所成交了9.06亿股 纳萨克综合所成交了17.9亿股 交易量相比起昨天有所放大 而今天在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 分别是美国银行 FCX和MRO 纳萨克综合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 分别是苹果公司 雅虎公司和纳萨克100指数 昨天大跌的两只热门股票 今天都是出现了股涨 一个是流媒体Netflix 另外一个是阿里巴巴 那么Netflix是再次展现出 向全球攻城掠地的决心 宣布将会在2016年初 进军韩国 新加坡 香港和台湾市场 推动其股价是上涨了 5.8%至每股100美元的上方 那么数据是显示出 Netflix目前海外用户的增幅 明显大于美国本土用户 但是阿里巴巴今天的上涨 更多是技术方面的回补 今天是上涨了5% 爆美股64美元 那么昨天的大跌 是让阿里上市以来 首次是市值低于腾讯 所以今天的回补 是让市值和腾讯 勉强打为平手了 华尔街认为抛售阿里的股票 是投资人回归理性的一种行为 而阿里的老东家雅虎 也是试图想要脱手手中 240亿美金的阿里的股票 但是是未能获得 美国税务局免税的一个批准 所以综合来讲 未来阿里巴巴的道路 还是很艰难 华尔街金融大鳄 苹果的忠实粉丝 卡尔伊坎 最近又有新动作了 卡尔旗下的子公司 是宣布与生物制药公司 Vivers交易单板的是 VVUS签订2020年到期的 可转债收购邀约 促使该公司的股价 是暴涨了15%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今天在可穿戴板块 是表现不佳 可穿戴相机 GoPro以及可穿戴手表 Fitbit都是下跌不少 同时的GoPro的主要用户 芯片生产商Umbrella 也是今天表现得 非常的脆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兴地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